有把它改寫了 我這邊宣告把s放在上面好了 那預先就可以先載入哪一個 TST01這個 因為如果你沒有預載的話 你還沒點 因為你要點之後才會有 那個文章會秀出來 所以你沒有點的話就沒有 那我乾脆把它預設值 就是這個 那這邊的話放三個 01 0203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oncreate的時候就loaddata 那我就寫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呢就是在這邊 一個void的方法 傳進來的話就可以srim 這個srim的話基本上就是 一個 一個字串嘛對不對 這樣不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變活的 因為很多地方都會共用 那我就把它分開來寫一個void 這個void不用回傳嘛 反正就是名稱叫loaddata 它傳過來給我一個s的字串 這樣分開會比較 就是oncreate可以用嘛 然後在那個 共用事件也可以用 共用事件最後的話呢 不是也會本來寫在這裡啦 因為我就把它寫在這底下 那這樣做出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這邊 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 載入的時候預先就會有了 那你再點的話 可以再去選 有沒有 這樣就很方便 不過 radio button的缺點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放太多 你一頁裡面大概就放個 幾個radio button 大概就極限了 所以radio button它有它的限制 另外spinner也可以啦 所以我另外一個sample是spinner 不過請各位自行完成 因為這個 應該都ok啦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秀 但是第二個會有個問題 糟糕下面東西啊 沒辦法推 推不上去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沒有一個score的 一個view 你如果要能夠 捲動上去的話 必須還要再加一個testview 否則的話 這個 它加一個score scoreview 否則的話它沒有辦法往上推 那要怎麼樣加一個scoreview 特別注意喔 這個很常見 其實只要是什麼什麼view的元件 都可以加scoreview 比如說testview 還有什麼什麼view 等等的很多 如果它的這個 比較長的話 那要怎麼加那個scoreview 可以讓它達成這個 這個做法 特別注意說 第一個 我們要回到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man man底下 或者是activeman 我們的首頁裡面 如果要在這裡面呢 再加上一個 可以捲動的話 特別注意是在那個combo size裡面 會有一個叫scoreview 那這個scoreview的用法特別注意喔 是 它也是有點像是 把你的testview要包在 就是說呢 要放在scoreview裡面 的紙程就對了 所以呢第一個先把scoreview 拖拉過來 一樣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layout裡面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預設會放一個layout 表示說呢 你 這裡下預設就會有個linear layout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 Testview拖拉進去 進去 把它放在紙程 不過 預先先把這個 這個layout先刪掉好了 刪掉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拖拉進去 刪掉 因為它原來 預設會有一個那個layout Linear layout 你把那個Linear layout 把它砍掉之後 有沒有 這個先砍掉 然後呢 再把這個testview 放到裡面去 丟進去有沒有 它有陰影嗎 放開 這個時候呢 把它放進去 就OK了 也就是說呢 Testview 它是放在scoreview裡面 那這個不需要做任何動作 其他我印象中應該是不需要 頂多是這個scorebar有沒有 它的預設是vertical是垂直的 好像可以 有 也可以放垂直的 也可以放水平的 或者兩個都要顯示 那就看一般 不過這裡好像也不需要水平 因為水平 怪怪的 好像有一個 因為我們沒有要往右邊拉嘛 所以就是一個vertical就可以按確定 其他應該不需要設定 設定完之後把它save好 你把它重新再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本來沒有捲動 而且 沒辦法捲動的 這個Testview 就可以變成什麼 它可以捲動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 試試看 那這邊重新再跑一下 我每次重跑這個時候我都想到 真的 還是需要快一點 所以剛剛講那個要 耗電700瓦的 如果我們在run這個時候 可以一秒鐘700瓦是值得的 馬上就可以看到的話 那值得 OK 所以這個 我有時候又會想說 又看有沒有什麼方案是 它可以 這邊有捲動 有沒有 Scoppa就自動出現了 本來沒有的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可以捲動了 可以上下移動 如果你這個文章長一點的話 它可以捲到下面去 沒有問題 OK 不過它的缺點是說 這個上面你的顏色都只能一種顏色 你不能給很多種顏色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的需求 很簡單 你只是要讓那個user看到一些簡單的menu的話 不用做很花俏 很華麗的 一些效果 你用這個方法是非常快的 而且很簡單 那維護上面的 也非常 好維護 因為你就放一個 TestFile在這裡就可以了 比如說有些menu 你要讓人家 以後那個說明的話 你就讓他載入就可以了 就沒有圖 只是純文字的部分 那當然 這個地方只是 載入文字 TestFile 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 結合 就是我們前面的範例 我們本來是把Data 放在那個String的 那個政列 Array 就是StringArray裡面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的檔案是放在 這裡面 有沒有方法 再跟DataBase結合 那當然是絕對可以啦 只是 想想看 因為這裡面的話牽涉到什麼 切字串 為什麼要把字串 因為他載入的是一個 File 一個TestFile 那這個TestFile 如果你要去 按照他的順序去放的話 恐怕你原來來源的資料就要有一個 分隔的 比如說一個Tab 或一個 豆點 或者是什麼符號 那你在讀的時候 找到這個符號 然後 就把這一段 切過來 切過來 這個也是常遇到的 比如說 一個檔案 我們可以去切 這個恐怕想想 而且這是 Java裡面的那個 字串的處理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跟 之後面有一個那個 範例 從網 網頁上面 也類似 因為網頁上面來源 HTML 那你如果說你要去抓那些 HTML的那個 資料 那你要先去找到 他的標籤 頭尾 比如說TD 你要先找到你的頭在哪裡 然後再找到他的TD TD開始 TD結束 這個中間我要 那我是不是要把前面 去掉 後面去掉 把資料 搬過來 放在 那個 你的App上面 或者是放在Database 那這個稍微 有點挑戰性 那後面我會再跟各位講這一段 所以資料來源 然後再放到Database 所以這個地方 有點挑戰性 要想一下 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你們可以再找找看 那結構你就找找一個 一段也不要太長啦 初期的話你就用一個小小小段 然後看有沒有辦法把它insert到Database裡面 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其他再來就是這邊可以 不要做那個 RudioBumpet在下面 看改成Spinner算了 Spinner之後的話也可以下拉一下 那這裡面網路上有太多東西可以做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來試試看 就是再加一個 把 這部分的程式碼把它變成活的 就是 我是把它再增加一個方法 我叫做LoadData 然後將來LoadData的時候呢 你就傳給他一個 檔名啦 他將來就會去找 找裡面的東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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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